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走进眼界 我是夏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养生和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 为了保养身体 大家可以说各出奇招 不过您的招再奇 也奇不过这位来自广东的何先生 他的养生之道 竟然是从60米的高空直接跳下来 3 2 1 和声 站 说明第二位60岁的阿爸 延续做了108次60米高的跳楼机 玩人在轻击和三条 运行里高下降速度只有两秒钟 年轻人坐一次都会心惊肉跳 可您瞧这位何先生 竟然面不改色 心不跳 每天玩完了 每天才没有进到每天 什么都玩 我玩进去也没有每天 我就是一个每天玩 起码是四五五小 所以说对于这次来说 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出位 做一次还不过瘾 这位何先生竟然在四个小时里连续乘坐了108次 已经打破了今一次世界纪录 从跳楼机上下来 人家走起路来 仍然鼓鼓升风 他告诉我 我只是给船子 让我来看看 你还是要用这个 脑袋 这一概念 我曾经再给你 我会在一旅顶时 在一起 我却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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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美美看到年过半百的父亲 几个小时到镇子那里 一顿不动 因为冲血而满面通红 女儿小和总是有说不完的担心 我第一次看我就说 你看这个动作好危险 整个人都好像要翻过去一样 我说要是你腰这方面不好 年纪再大一点 万一腰折了 那就很麻烦吗 腰又折 那不是相当于半摊 腰折了以后 你可能下半节 空中没有知觉 或者是什么样 你到时候就半摊了 我说我看我回头对她的过 going on 你像夹里头一样